那么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男生啊 他不知道怎么去牵女生的手 那么有一个办法呢是特别棒的 就是说找一些人很多的这个地方 就像一些商圈 你们本来逛街就要去嘛 然后因为人很多 就是你很自然的就会牵着他手 你说不要走散了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去牵他手 然后呢等人不多的时候呢再放开 这个是一种就是说第一次呢 你比较就是不那么的这个直接的牵手方法 那么这个孟希是叫孟希吧 对那你对这种套路 或者这样子的牵手的这种方法 你是感觉怎么样 感觉比较委婉不会很直接 然后女生也不会就是很反感 对如果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 你愿意跟他出来 然后呢他呢也不是那种 很让你反感的类型 他这样牵你的手 你不会觉得他在吃你豆腐 肯定不会啊 是觉得就像你说在人群里 会觉得他是关心自己 然后就牵一下 也不会觉得比较那种 对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套路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 那么当然呢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就正常过马路 那么是没有办法去牵女生手的 那么你看到这个红绿灯呢 他亮绿灯的时候呢可能要多的时候 就比较长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走过来 那么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要卡那个绿灯转化成闪的这个时候 绿灯一开始闪了马上红灯的时候 你就赶紧牵上他说赶紧的 赶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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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运用这个红绿灯交叉变换的时候 来牵女生的手 那么我想问一下孟希 那你觉得这样的牵手的方式怎么样 比较自然其实还是比较自然是吧 然后怎么说呢 因为本来就是变了嘛 大家有个时间 然后就很顺激自然 然后本来你又穿着高跟鞋 你跑步又很那个 然后觉得男生比较体贴一点 对 还是觉得有点小浪漫 觉得在这里像风一样的男子 所以说可以清测 这样子牵手方法是有效果的 好 那么下面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种爬坡上坎的时候 因为女生穿的鞋很高 我看你的鞋有多高 还有防水台吗 哇 这么高 所以说这时候你当然你不能这样子 跟他就是并行的牵 这样的话感觉怪怪的 你应该什么呢 你应该先走领先于他两个台阶 然后呢再转过来说 说是不是很难走 或者说是不是很累 然后呢一种绅士的方式呢 这样子牵着 你要在前面带着他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并行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在这种台阶上面 牵手的一些秘籍 那么这个当然呢 这个跟每个城市是有关系的 像在重庆这样的城市 到处都是山 就很适合用这个招数 那么想问一下 墨西你觉得这个招数牵手的话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贴心 很贴心 很暖男的一个局动 很暖男的局动 也是不容易暴露自己的 这个兴趣和目的 所以说呢 这个清测呢 这样的牵手方法呢 也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兄弟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A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一解决 还没看过 快搜索这个神奇的微信公众号 浪迹教育PUAMAP 里面有教你各种恋爱方法 约会视频 还有小编神一般的干货文章 赶紧点击关注吧